柯文哲一家都賊 闖進記者會鬧事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依舊不為所動 這次總統大選是台灣民眾黨成立以後的第一次 其實我們很多還是在沒手 也沒有經驗 強調總統大選也是民眾黨的第一次 柯文哲極力安撫小草們的心 他沒有跑到任何個人的口袋裡面 我們會從錯誤中學習 也會用最高的標準來要求自己 我們一定會繼續努力 繼續進步 這才是傅子恩的做法 不會被擊垮 因為現在箭拔指向作賬會計師 將近50分鐘的記者會 所有人口徑一致 整起事件完全是因會計師端木正而起 而他也曾經是民眾黨中央委員 2020年還被列在不分區名單上 我們委託的端木正會計師 他說他時間來不及 所以有很多漏報的情況 當漏報之後 他就把漏報的金額擅自調節 說是會計師漏報將近2000萬元 黨內極力撇清 就連時任柯文哲競選辦公室財務長李文宗也喊冤 這被點名的禍首透過事務所聲明服務軍依法處理相信監察院和檢查署都能還他清白 全部都推給會計師的情況之下 今天會計師居然沒有出來道歉 這是非常在這個所有的這個不管是企業或政黨情況之下 我覺得都是非常嚴重的有問題喔 風波延燒數日如今定調單純就是會計師漏報問題 想把事情簡單化但似乎衍生更多匪夷所思的問題 我想時間我們差不多逐一講清楚了 TVB的宣傳綜合報導 柯文哲進辦財務長李文宗 連我佛慈悲都搬出來替妹妹木可公關 董作李文娟還家 但會被質疑也不是沒原因 因為台上自己在開記者會 台下桌上放著是木可聲明 木可公關宣布即刻暫停營運 依法進行公司清算 盈餘將全數捐給公益團體 但這動作難免被質疑 瓜田裡下 柯辦要辦得活動 但是卻用基金會的名義去支出 這其實不就是已經是一個蠻大的問題了嗎 昔日幕僚拿出對話記錄爆料 財務根本沒獨立性 暴障要透過李文娟 而她一人身兼三職 不僅是木可董作科進總財務長門 還是台灣眾望關懷基金會負責人 現在木可解散 外界質疑是否為了製造斷點消滅證據 最後錢又會回到基金會口袋裡 帳本希望他們就是做好看一點 而議員鍾小平也爆料和黃珊珊交好的 石勒和尼奧公司負責人戴力林氣到找他成情 捲入民眾黨假仗爭議的石勒和尼奧公司 就位在內湖城公路的這個樓上 而這個負責人是強調在民眾黨申報的三筆 九百多萬人的費用 他們完全沒有收到 而且負責人過去和黃珊珊是好友 鍾小平加碼爆料戴力林訊息被遺度超過一天 對此黃珊珊否認強調看到訊息就即刻處理 鍾小平的話你們還要相信嗎 身為另一名關鍵人物就看黃珊珊這解釋 昔日好閨蜜能否被說服 TVB的新聞 說外界的一些批評 什麼左手轉給右手 應該是沒有這樣子的狀態 民眾黨和柯文哲陷入假仗疑雲 黃國昌向廣播力挺黨主席 排胸部掛保證相信主席一定清白 但來到這邊自己也有事情要澄清 那個就是有很多黨公子 然後大家一起去宣傳那個主席推出的 七點半的那件T-shirt 事情就這麼簡單 因為假仗怡雲最爭議的木殼公司 黃國昌對外一開始說不知情 又被抓到之前活動背板 就有木殼兩個字 被解讀切割黨內爭議 見指黨主席 這種見縫插針的話語 真的大可不必 作為台灣民眾黨黨團的一份子 我現在的工作就是跟整個團隊 我們大家一起誠實的面對問題 畢竟黃國昌黨內聲量始終不低 若是柯文哲黃珊珊都出事 接任黨主席呼聲高 這猜測性太高了 那事情還是回歸該查清楚的說明之後再說 我們不多加揣測 假仗怡雲自家黨員更是口徑一致 我對於我們柯P柯主席 我個人的品性操守 我是完全的信任 競選總部的部分 我因為都沒有參與 統一發言 黨部統一發言 黨內的敏感爭議身為不相干人士 不碰才是上策 TVB新聞華正生李仲澤台北採訪報導 終於結束兩個半小時的訓問 前台北市副市長彭正生戴著帽子 由法警護送離開北檢 確實有圖利財團嗎 先前才說願意在20號出席議會調查小組 卻率先被檢方以被告身分約談 檢方認為他涉犯圖利最嫌重大 雖無積壓必要 但得限制出境出海限制住居 彭正生透露任內杜根案都是自己簽合 唯獨金華成案是柯文哲簽 因為他自創杜根獎勵20%給金華成 還讓金華成適用杜根辦法開後門 讓容積率暴增 柯文哲秩序的青年的傾向 其實他比其他政黨 其他政治人物還要更糟 所有政治人物不敢做的事情 柯文哲的團隊都做了 給了金華成20%的都根容積獎勵 這是過去好龍兵所不敢給的 但柯文哲給了 當初金華成向北市府陳情 因保障三項權利 兩天後柯文哲蓋章決行給都發局 4月中蓋章通過讓容積率 從560%暴增到840% 今年5月中小平暗鄰告發圖利 過程中警方也約談都發局 及都根處員工 如今約談前副市長彭震生 不排除接下來也會約談柯文哲 我希望檢調後續盡快的約談 其他的當事人 包括金華成的主事者 以及柯前市長 同案調查中還有北市科案 市府將園區內T17 18地上權 建租給競選副首吳欣銀家族 新光仁壽 更拍板免提投資計畫 如今約談彭震生是目前最高層級 藍綠預言接下來要查的人 會越來越接近核心 柯文哲假仗爭議連環燒 現在又被踢爆 登記在北市信義區的這間 10間公司去年7月才剛更名 短短3個月就拿了柯文哲千萬的宣傳費 怪怪的公司又加1了嗎 記者實際登門走訪 公司大門深鎖 沒人上班 這間叫做時間公司 2017年叫均宇 直到去年大選期間才改名 10到12月就拿到柯淨總三筆宣傳費 共計一千萬元 公司承攬業務還十項全能 業務包含裝潢 花卉零售 不動產買賣等 記者也打了公司電話 卻是另一間會計公司 兩間公司是什麼關係 立安達則回應還在調查 只是時間公司官網也很簡陋 臉書粉專更是一篇貼文都沒有 但網紅四超貓肉搜連連看 粉專三位追蹤者裡頭 有個馬來西亞賬號 好友的其中一位 疑似就是粉專管理員 和民眾黨黨團主任陳志涵是好友 直指他和時間公司的關係不單純 這件事情我完全一無所惜 甚至我是到這幾天查帳的時候 我才看到這家時間公司的名字 我跟這個時間公司 除了幫他上架影片之外 事實上沒有任何的關係 你們一定有聯繫 你們沒有聯繫 怎麼會加一個只有九人分身小帳呢 柯瓣不只好灑千萬宣傳費 就連新莊淨總裝潢費也是大手筆 貪官污吏 過去位在新莊的淨總 柯文哲哭窮說只能找租金便宜的地方 實際上裝潢費就高達一千多萬元 對比藍綠對手 猴賴都控制在五百和六百萬元 被質疑淨總才短短租三個月 就灑了這麼多錢 柯文哲的金流爭議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TVBS新聞跨正生李宗哲 台北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